有人说青番茄不好吃不能吃 那是你不会做 今天花几分钟时间 就用这个青番茄做一道家常菜 好吃又下饭 做这个小菜 这种番茄是最安逸的 带点青带点黄的 对了拿去开盖 洗干净青番茄切成鲜切 我来尝一尝 嗯 再开味道吃也好吃 做到碗头 这块基本上是熟的 你等着看真吃就没有那么发湿 我现在切了个熟的鱼 熟的样子可以蒸 但是下锅最好的 是用青的金黄的不结的 最麻烦 二斤条撇一下切成铁纸 倒到面上 自己家煮的家常豆瓣舀一瓢上去 给点点毛毛盐 不要给多了 再来点蒸子隔的菜籽油 这个很重要 基本上了 好 再来一碗蒸面上 炖了 蒸十分钟之后 开键 开火 再切开 这道菜不是我自传的 是我来自传的 大鱼的朋友跟我说 大鱼 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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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都选择日生来吃 这个菜最大的贴点 好 就是 蒸 拿 开胃 下干饭 下洗饭 下蛋炒饭 拿都是巴士的饭 不行 你就搞呀 好吃得很 我来自传的 吃饭 吃饭 吃饭